我們工作和家人以外的時間 就做很多無視而支援工作 在我們無視而支援工作的過程裏 我們很多時候會接觸到不同的設善團體 例如有些是做人道教會工作的 有些是做環保的 有些是做青少年發展的 今天我們很高興我們的周年聚餐 開始之前就請到來自從十字背的代背 我們介紹他們的國際人道教員工作 我想掙扎的時間交給來自從十字背的依靠 我們介紹一下他們的工作 謝謝 謝謝 我就先介紹一下紅十字會 如果紅十字會大家一想就想到鑽血了 其實紅十字會有幾個科學的服務 鑽血 跟著有 First A 有朋友說今天是在五十字背後 還有製服團隊 不知道大家中學的時候有沒有參與過 其實還有一樣工作 香港市民其實以前就不太知道有的 就算是建燈的時候也不知道有的 但最近年因為多了些災 越來越多人就知道 其實紅十字會會做國際的救災 特別是香港紅十字會 我自己就是叫做鑽血部的 紅十會鑽血部 鑽血部有幾個不同的辦法 譬如派棉皮 派障礙 派杯麵 派日用品 也有建屋 建屋 建屋 我自己就是做醫療救護人 其實就有少少像大家有沒有聽過 也有一個過鑽血部的醫生 那些人 其實我自己的參與 就是在做類似這樣的事情 就是有災的時候 就會派一些醫護人員過去救災 例如現在海地發生地震 其實我們已經派了八個醫護人員過去 下個星期會有兩個 我們就有幾個模式去做醫療救護 一是跟國際紅十字會合作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 有一件事叫ERU 一是我們跟國際紅十字會去做ERU 如果是做這個形式 我們就甚麼都不用帶 只帶一個人過去就可以了 因為在那邊已經有了帳篷 有了一些物資 第二個形式就是 我們要帶自己的物資過去 就好像上年的四川地震 那些就不是國際紅十字會去動員的 就是我們自己帶了幾個醫護人員 帶了一些物資 例如張國 醫聯網品等等過去 又講一下為何我無緣無故會找黑市 你看看我的樣子 都猜不到我 都猜到我不會喜歡玩無線電 我只是說到街上走都走不像那些人 其實就是因為 剛才我說了 其實四川地震就是我們第一次 自己有出人 有出物資的一個operation 我們早幾年就管醫療 就只是看到醫療 我們的義工全部都是醫護人員 很多都是護士 很嬌嬌嬌的護士 還有我們也不懂一些無線電的物資 那次四川地震我們就全軍拿東西了 就發覺去到與世隔絕 去那邊完全收不到電話 因為我們是地震第二天已經出發了 是塌了 那完全有與世隔絕 找不到家人 家人就很擔心 然後又報告不到去Hackwater 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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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第一個mission是去北村 去了一個禮拜之後 因為現身爆發 那我們就要撤離了 然後一個月之後呢 再回到災區 去一個地方 做一些比較 就是一些悶診的工作 那我們就覺得 我們已經學了東西了 很聰明 就去買收音機了自己 又去到大陸那裡 去到什麼交落局啊 不知什麼商場啊 那裡買 那些二十八個買完 就不懂得用 那接著 那些團隊又不懂得叫 又叫到遠曬龍 又不over 又不outline 那之後呢 我們回來又再 覺得又學了一個課程 那又覺得 其實我們如果 以後要這樣發展下去呢 其實無線通訊很重要 一來自己安全 二來我們都覺得 要有 communication 我們就覺得 我們不可以再去 家樂局那裡買收音機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回來之後呢 那我也有聽過Hack這個機構 那我就 那初初的 就email 上網找 然後email了給Hack 那很好啦 那Jorge和Sunny 又很快地 就是回覆了我 那所以大家就初步見面 那也都很好啦 那初步見面了之後呢 那 那我也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的機構 一直不斷問Hack 拿料 又問他們 叫他們幫我們 搞訓練 又要問他們 借了一些收音機 那今次來到 又可以讓我做宣傳 又請幫我吃飯 那 那就很多謝Hack 那 那 其實我們 我們找Hack呢 其實就 最想呢 就是希望 我們現在開始啦 希望呢 我們會發展我們的 Telecommunication 的Equipment 那 可能是 我不知道會有幾大啦 那可能是 有少少 當是兩個Boss的Equipment 那樣 以後如果類似有 四川地震也好 青海的地震也好 我們人們出發的時候呢 會帶到一些飛行的東西上去啦 那還有呢 可能我們的義工當中 可能會出發的時候呢 以前四川的那些 我們呢 全部都是邀人的 那我們會想著 以後出發的時候呢 可能可以搭一些 那些 就是Anti Telecom的Experts 那可能到災區 可以幫我們 設置了少許東西 給了少許 規定 然後就可以離開災區 那終於留都可以繼續留的 但是 就是 起碼可以第一天 幫我們下去 再設置一些東西 讓他們呢 就 起碼 去到災區的時候 那些基本的設置了 那 這個就是我們 即是最想見到的東西 那 所以呢 我們呢 接下來呢 希望呢 因為我們每年都最少 有一至兩次呢 就是Training 給我們的義工 以前 就大部份是醫護人員 那個Training 其實都幾intensive 就有六天的Training 那有些國際紅十字會 都要飛過來的 那其實主要呢 就 因為我們的義工 如果要初去海外救災 是必定要上Training 那因為其實去到災區 有很多東西要處理的 譬如災區那個協調啊 那個人身安全啊 或者國際紅十字會的守則啊 怎樣和其他不同的NGO合作那些呢 那都一定要上Training 才行的 那所以接下來 我們就會 希望那些Training 都有Task的人在那裡 那我們最快的那一天就是五月的 那就很好啦 那都會有Has的歌手啦 那還有我們有一個session呢 就以往呢 就是training communication的 那都是會教那些義工 怎樣去用一些Radio的那些 那也是以前 我們也是半孔水 那樣 一百步教五十步啦 那以前 那現在呢 我們今年很好啦 就請了專業的小工 在Has那裡 幫我們去做這個Training 那我們就希望以後 我們那個 救災的元素呢 就會包括了那些 那些無線戰的東西 那還有我們覺得是 是絕對有需要的 那那 那 那 我想呢 就 那我花一點時間呢 就講一下國際和十字 那個救災的那些流程啦 和剛才我講過ERU 那這個ERU呢 是我們 這個很主要的救災工具來的 那 那 不好意思 我拋空很長 還有很多次的 這個是我們公司的文化 所以呢 只要未吃飽的時候 就要訪多一次 應該甚麼 又不用再驚訝 還要走 人的 就 人的 到底 這個 就是 我們 我們